你想什么呢你,她歪着脑袋趴地上的,正好露出一小节脖子,可以看到脖子上的麦西,由此能推断出她的心跳节奏。 看,看到麦西,我什么都看不到。 你关注点是不是错了,我说的是那人有问题,所以不救。 真的是来绑架的,现在酒坊生意越来越好,我的身价水涨船高,来绑架我的,却大有可能,可是刚才我们走的时候,她为什么不拦住我们,不追上来,一点动静都没有,也不对劲啊。 我撒了弥香粉,她起步来。 弗娜娜,弥香粉还有吗,给我点防身。 我不是开玩笑的啊,在仓务站,我出门几乎都不带户位,万一真被逮人寻到机会绑架我,有你那个能让人起不来的弥香粉,那我活命的机会会大很多的。 你什么时候弄出来了这个东西啊,我一直以为你只会练旧人的药。 闲下来无事的时候练的,这事情回去别跟我家里人说,免得他们担心。 知道知道,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? 等回去我给你备上解药再玩,不然待会儿动不了,我可不服你。 还有解药? 这个就是。 三岁那一年,被人抓上山之后,她就有了炼制迷药、毒药、自保的想法。 这些年一直都在研究,出有成效。 可惜,她想要分享成果的那个人,不知道现在何方。